好 最新消息 但您关心是发生在台北市市林这边发生一起一死两伤的杀人案件 这灵性嫌犯呢 他先跑到前妻的住家 砍杀前妻之后 又砍伤了大舅子 然后自残 灵性死者从家门口叠了出来 又迅速从地上爬起之后 用左手压住被砍伤的右边胸部 这时只看见灵性男子骑着机车 从容离去 只留下灵性死者一个人跌坐在地上 监视其画面中的最后身影 死者的大嫂情绪激动 因为灵性嫌犯现在前妻的住处将死者杀害之后 又在人来人往的士林夜市附近 砍伤了死者的哥哥 我看到这样的吓死 原来灵性嫌犯和死者之间有债务纠纷 两人离婚之后 灵性嫌犯陆陆续续向死者借了一百多万元 这次灵性嫌犯怀疑死者和他哥哥对外放话 说他欠钱不还 才会一气之下 拿着西瓜刀杀死前妻 再拿水果刀砍伤前妻救 最后再用美工刀切副自残 好在警方及时赶到现场将灵性嫌犯制服 将受伤的两人双双送进医院 避免另一桩悲剧的发生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